哈囉,各位觀眾朋友,我們是大叫商店 我這邊讓你永遠看不膩 那我現在人在台中公司這裡啊 可以看一下,叮叮 對,這上次我們去領養的狗狗 那,今天 試試看一個很開心的日子喔 因為,我沒想到我人生的第一台車居然是將來的 欸,來 可以看一下 我那台車我也開了快三年了啦 我也想要換一台車了 那我不知道我這台 320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對 只好,只好送油的小兄弟了啦 對,我跟你講,我們有革命情感啦 他說 因為我每次來公司都沒有車可以開 我會坐火車 他說,身為一個老闆怎麼可以 總是坐火車呢 他就說 好啦,要不然這台車要送我這樣子 然後我就 不如他在跟我開玩笑,你知道嗎 沒有在開玩笑的 拿去來鑰匙啦 對 然後皇帝我剛剛聽到的是又停又死 然後這一副影片我真的很假 那我剛剛原本今天是要開 異哥的Alpha 那我根本覺得就是 這種小破車不適合 對 他實際上是Toyota Toyota 對,你看 這Logo Toyota而已 像個那個餅乾盒 對啊 沒有興趣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決定就是 阿虹會借偶車,借兩天啊 那我們今天借車到哪裡 然後去參加夢夢的婚禮 夢夢姊姊的婚禮啊 我要這樣講才可以下標題啊 哦 對不對 人家送一台BNW去參加夢夢的婚禮 哎呦 我懂不懂啊 我這不是Youtuber啊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等下準備開車前往運動 重點我跟你們講 我真的要靠北一下 本來 全體都收到去哦 逸哥啊 逸嫂 阿虹 保安收到去啊 保安家裡上次原諒 逸哥說什麼 他的老闆 早上不知道幹嘛也沒辦法去 OK 可以 然後逸嫂 因為跟逸哥的嘛 也沒辦法去 合理 阿虹突然說他不去 我就說他 也合理啊 合理 逸哥不去 逸哥就是我老闆 他不去我也不去啊 對不對 然後對 然後現在就變成我跟馬丁 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我們本來 一大龐要去 就現在 現在剩下我跟馬丁兩個要去 不是啊 喂 我們出了三台跑車耶 這 又不是出給我 是嗎 一台法拉利 兩台藍寶堅尼耶 阿我結婚的時候怎麼會幫我車 你絕對是滿配六台 兩台冰獵王 三台藍寶堅尼 一台賣 不要拉 你不要打腳啊 體驗一下賓士的感覺 來 好 我們要幹嘛 好 其實跟偷偷大動小異 就這樣啊 就這樣 就這樣 你看我們也會壞啊 我手上 各位 那我現在來到南投休息站 快開了二三十分鐘吧 我覺得我已經快到極限了 對 然後 幹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屏東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參加某某的婚禮嗎 就很不想去 很遠耶 他其他人都給我放鳥 然後車子會不熄火 算了 反正阿虹送我的 被偷就被偷了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叫床電影 最近皇帝我在滑膠軟體 滑出心得來啦 我們跟女生約出來見面 最後的最後 是不是要走上我們的溫床 睡覺就像戀愛 要看對象 如果對象是張床 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的 睡個好覺 如果對象是張桌子 當然也可以睡 但是難免腰痠背痛 渾身不爽 這就是 高級貴婦床墊的高級感嗎 很屌的感覺耶 這很酷耶 這個在上面 都不行 不行了 這床墊很爽耶 天阿 不想動了 我是床墊天使 今天要介紹德國A馬床墊 歐洲銷量第一的床墊品牌 全球獲獎超過75家 國際獎項的德國床墊品牌 關於Hybrid 獨立桶床墊的部分 在歐洲 荷蘭 法國 英國 義大利 皆被評選為最佳獨立桶床墊 每平方公尺 都有250個12公分的獨立桶 兼顧最佳支撐 &注壓效果 很多人都習慣有獨立桶 這場就很適合喜歡硬場的人 床墊採用人體工學設計 人側擋在床上 脊椎人是直線 不會上下彎曲 這和傳統床墊有很大的區別 人體工學使身體更加放鬆 各位 再來是皇帝我最愛的 抗擾動獨立桶的部分 這個水如此的清澈來自阿爾卑斯山 哼 拍什麼 你以為要喝水嗎 各位 這個抗擾動獨立桶的部分呢 你看可以說是非常厲害 這個水杯完全沒有倒 保潔墊的部分呢 這個防水石 你給你們看 靠北倒太多 倒太多 它整個吸進去了 幹我褲子濕掉 靠北 它整個吸進去 跟我睡過的女生這樣子 全部吸收進去 我覺得很棒 我都不用在那邊拿衛生紙擦 你看衛生紙完全沒濕 相比於傳統的床套 A馬寶吉店是塵蠻過敏的 數量減少89.3% 張瑞還可以直接丟洗衣機 就很難 還有黑鑽石精液枕頭 低層石墨溪涼感透氣 三層記憶免設計 可根據自己的喜好 調整高度以及軟硬 整套也可拆洗 床架分在三個盒子中 掃描紙上QR Code 有組裝指南 讓你可以確實知道如何組裝 還有免費的倒甫安裝服務 只要在物流連繫時告知即可 這很舒服耶 這跟床墊有的比 各位 我等於說這個枕頭的觸感 就讓我感覺到我媽媽的胸部 非常柔軟 就彷彿有媽媽在身邊 讓我那種很安心的感覺 然後我媽昨天才跟我借6萬 A馬不只提供床墊100天的免費4歲 還有10年的保固 快趁現在點擊資訊欄 或底下置頂留言連結 取得獨家A馬38女王節優惠 床墊主價最低則萬元 輸入折扣碼QIQI10 粉絲專屬全品項打9折 不限金額與品項 還可搭配官員的折扣活動一起使用 讚啦 各位 拿到新車的第一天 我就馬上前往這個屏東 墾丁 我們今天來住這個民宿 剛才一路開過來真的很累 我人生第一次開這麼久的車 然後我的頭髮好亂 明天還要去穿在人家粉底外 穿得很像流浪漢 然後我們等下就準備進去裡面報到 因為天兵還有其他人 都已經在民宿裡面等 我現在坐到整個內褲是濕掉的 我現在在摸屁股 真的蠻濕的 OK 那我們已經來到墾丁的 應該算民宿吧 可能就是今天 這個住宿的部分 都是由孟孟來支出 因為他今天希望我們來參加 海情節的過去 也算是一個被搖曰的感覺 那 雖然說我不認識他姊姊 完全沒看過 算是一個祝福啦 也不枉 譬如說我特別開車開三個小時 那帶各位來看一下 應該算是民宿啦 再各位來看一下我今天睡覺的地方 這個 算是蠻大的 那因為本來一哥一嫂啊 還有其他人會來 但都沒有來 所以變成我一個人睡 我剛才已經去找他過了 所以變成我一個人睡 那帶各位來看一下這邊 其實這邊就真的很簡單 拿這個碼桶嘛 對 側脫 然後 我要把浴室的變成這樣 嗯 那個是浴室 我覺得整體來說算還不錯 那我們去外面就衝上吧 真的很開心 就是今天算是一個很多好事情 集在一起的一天 皇帝其實我沒有車 然後阿龍把他自己的BMW送給我 他說都是朋友 就真的是當自己兄弟 就等於他把我當成一個他自己的弟弟 然後把他的車送給我 你們人生中可能根本就遇不到人家會送你車吧 對吧 而且他送的是BMW 也不是那種什麼便宜的人 Toyota之類的 就算是還算名車啦 雖然說可能不是多高檔 但是皇帝我真的蠻感動的 但是我前面屁話很做 然後他這樣子 亂講幹話什麼的 他送我這台車我 很感謝 好不好 好啦 睡覺睡覺 真的累死了 開車開餐一小時 唉 很感慨 好不好 很累 那希望明天的喜宴可以重結好吃一點 因為皇帝就想說開餐這小時的車 有明天的地方可以住 然後擋住度假 然後有喜宴的餐也可以吃 所以我才願意開這三個小時 好啦 那 屁話不多說 皇帝我就 天 天 各位睡醒了 準備去參加婚禮 那皇帝穿的非常的帥 對 不要開玩笑的 就亂穿一通 就是想去蹭個飯吃 準備出發吧 各位 那現在準備 算是來新郎 新郎家把新娘取 取出來嗎 還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現在的環節 然後我突然被丟 我突然被丟爆了 可以嗎 喔 對 這個可能是 這個可能是我不能懂的世界吧 就是他們覺得他很帥 他應該覺得現在實實的踏實 現在又來到了一個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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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現在就來到了一個很奇怪的 我也不知道現在他沒有幹嘛 就是新娘出來了 很漂亮 對 然後我就來抽一卡了這樣 很突然 嚇到嚇到 不過很熱血 很喜歡 對 他叫你把口罩拿掉 誰誰誰 誰叫我把口罩拿掉 好 欸 可拿20萬給我拿 我都沒拿 很可愛 不行啦 口罩不能拿掉 我拿掉的話 主角會變成我 太帥了 好 那我已經來到這個 好像是排灣族 南部的話 因為我那個時候歷史有教 那 這裡是我們牡丹社事件 牡丹鄉喔 我帶各位來看一下 這裡就是他們辦婚禮的地方 就是一個籃球場 然後把他裝 很大聲啊 簡單講 欸 鞭炮鞭炮 哇哇哇 跑跑跑 我第一次參加原住民的婚禮 他就是在一個部落 然後一個 運動中心 活動廣場 搬那個流水席 很特別 那 我們就準備持流水席 簡單介紹一下 蠻特別的在部落裡面 這樣 部落的小孩子 很多 很可愛 他們很熱情 好 那就先這樣 我剛好 你還是在這裡 想蹂一下 那 我還在這裡 哇 那 那 我還在這裡 在我這邊 我 我有話要說 就是 8 9 調科書 裝低不能輸 啊 啊 啊 好像不理我,好尷尬 你們需要幫忙嗎? 真的嗎? 那在前面而已 真的嗎? 沒電了 我想說可以在你們一趟 沒關係,因為在前面 我不是怪人 白皮有16萬折衷 你不是怪胎 我想要問一下 等一下可以去搜集一下 找黃帝就找到我 樂於助人的男人 他有樂於助人嗎? 他是樂於傷害別人 各位,這兩天真的是 非常的開心 那黃帝我現在人在 墾丁的這個民宿 對 在休息 那這兩天呢 有人送我一台車 然後又參加了原住民的婚禮 很特別 雖然說原住民的婚禮 我沒有拍到很多的畫面 因為我都在享受生活 那手機拿起來紀錄 就在工作啊 所以黃帝我就試著就是 把手機多放一下 好好地享受生活 所以這一次後面的片段 比較沒有那麼多 可能就是 算是一個紀錄生活 也不是什麼特殊的影片 這樣子 把它當做Vlog 那收到一台BMW 其實蠻開心的就是 我不知道他會怎麼送我 他是跟我講說他 也沒有什麼在開 然後先送給我 如果他有需要 他再跟我拿去開這樣 所以我很感謝 好不好,真的很感謝 就是送我一台車 那黃帝我 預計也在今年 我會買一台屬於自己的車 雖然說他已經送我一台了 對,但是 買了一台自己的車 也是人生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目標吧 對不對 好啦,各位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各位喜歡記得訂閱我 打開小鈴鐺 謝謝大黃帝 你看太好的 我的影片到這邊 永遠看不膩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